一般家户普渡用三生水果 拜拜完后可自行取用 但是公司行号拜拜完后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怎么办 专家数位天空有限电视 以此生活物资帮助弱势独居老人 与华山基金会吐成爱心天使站合作 作为地方媒体善尽社会责任 很开心能为弱势尽奋心力 一般是企业的话我们就购买的是干粮 还有就是适合酒放的东西 那我们每一次补渡完之后 我们就会跟华山的爱心站做合作 那今年呢有到吐成还有中和还有就是三峡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尽一份力 然后散进企业的社会责任 而华山基金会吐成爱心天使站站长游依奉表示 感谢数位天空的爱心捐赠 今年受疫情影响 长辈除了去医院外很少出门 有了这些物资 长辈不管是煮来吃或存放都可以 现在长辈都一个人在家 然后又因为疫情其实除了医院以外 其他地方都比较少过去了 所以呢 这些物资就是很适合给长辈 像是因为这是家里用的嘛 柴米油盐酱醋茶等 对所以给长辈使用就是可以在家里自吹啊 或是呃就是罐头啊 可以摆放酒放的 地方媒体关怀在地长辈 尽延波之力帮助需要的人 镇长也向民众呼吁 公庙企业或民众普度玩的物资 欢迎捐赠华山 邀请社会各界一起发挥爱心 关心独居长辈 记者两岸间柳米雄人土城采访报导